好 我們到洛陽城了 咦 這洛陽城的守衛怎麼不見蹤影 是啊 整洛城怎麼驚蹺蹺的 嗯 我也發現 打在我們在洛陽樹外 就是一片污靈造熱的影像 光道上的路人也不見幾個蹤影 真的是頗為不尋常 這種不見天亮的感覺 真是令人不舒服 啊 龍玉姑娘 我 我沒別的意思 我不是 你被見怪 我 沒關係 只是我難以體會你們的感受 其實這種景象 跟花娘疏殺的 我都已經習以為常了 你們在說些什麼 我什麼都聽不明白 這 其實也沒什麼 那是因為我的故鄉 是個荒陽幽暗之所 是因為我對這種暗像 變我太大的感受 原來是這樣 別探究我的想法了 咱們快進展瞧瞧吧 坦白說 我感受到這座城裡 這瀰漫成恐懼不安的詭譎氣息 大家可以小心些 大家可以小心些 這是什麼 危險 大家小心 我按到修改器了 一鍵閉著啊 方才那是什麼 我急著一趟有火 朝我們熄來 整地都化成那些濕漿 你們看家家戶戶戶 戶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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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你們不出 空氣都明白一種腐爛的臭味 路板還有三位要收 收買的史詩 我想這裡恐 恐怕是找了瘟疫 瘟疫 瘟疫 那是什麼 你們那兒沒有溫害嗎 沒有 我們那兒只有 血糟跟地藏 不過那時候他的客廳地點才會有 不去接近就不會有事 瘟疫就不同了 他是一種四處流生的疫病 發生的原因不一定 並且沒個準 所以解決的原因也一致 不過它一旦發生 共同之處就是皆會死人之命 是啊 而且穿難可快 沒藥衣就會立刻成了 亡死魂了 原來如此 不過這瘟有沒有可能是 失足正法作祟 這有可能 我曾經聽師傅提過 的確有些邪術惡法 可以善瘟驅捆 這就對了 其實翻成那些幻象 失焦 我感覺到是一個巨靈怨魂所化 若是自然瘟害 並不至於此異變 若驅姑娘的意思是 這洛陽的溫害 有可能是為 是人施法為禍 嗯 這極有可能 怪怪的我從這些洛陽 就惡過邪魅之氣 要悶得我 只透不過氣來 那怎麼趕緊 趁豬派身未到達之前 找出這個禍物者 免得又無辜者 染命張溫 好 我們到洛陽晨曦之後呢 往下走 找到一個羊挺 哈哈 出個B 羊挺 啊 羊挺在哪 要找一下 羊挺 一擊必殺 結果還是會 打不到他 不過每次都要按一次 真的 進入戰鬥之後 都要按一次 才會觸發那個修改器 一擊必殺 應該在這吧 兩張挺 唉唷 哇 那笑聲會怕喔 真的假的 很像那個 仙劍1有沒有 那個怪物 在那個殭屍種裡面的時候 兩挺在哪啊 找不到兩挺啊 我記得要找一個道士吧 我記得叫敵淵 找到你了 這是你 這個人是我愛活著 我當然愛活著 我不夠瘦了臉上 只能養去培圓吧 這是私禮 這位兄財 因我們在這洛陽穿梭 並未見到任何生存志的 事故 不用多理了 我敵淵可不是 狹居小節的 嗯 派你們幾位一路行來 卻免於獲養 先來這個煉武習俗的通道中的吧 是的 我等接種皮毛 不是敵淵兄 我乃正中茅山第一傳地址 因為不想控有一種本事 故而下場幫忙 人民享妖父母 借以磨練自己的修為 不知幾位師 這下陰千陽 乃太商天宿門下 這位是我師妹高皇俊 還有我們的朋友 蕭護兄 以及龍爺姑娘 只可惜現在低謀父上 且洛陽作祟的妖魔衛族 否則實在應該跟各位 飲酒倡談一番 喔 敵兄也認為 洛陽這場瘟疫 是有妖人為禍嗎 本來我也不知十分的確定 只是數月之前 我受商家委託 要為王者招魂 招魄引魂 整治天陵神乎死盡 就是不見王者魂魄 節點數人 皆是如此後 我掐指一算 發現王魂就被詭異力量控制 變成立妹子王屌 四處為禍 你們想 這不是有人刻意作祟嗎 我們也是這麼推斷 只是限索與證實 只缺限索與證實 敵人相互可有什麼發現嗎 嗯 經過這數月的覺察 發現這裏的一處 廢棄的宅子就為可疑 聽居民所說 這床廢達從前是隱液 自賣燈籠出名的異方附身 但是加上島中落 淪為廢杂空武 甚至有了目睹鬼影重重 我借念自身闖入數日 果然 臨方遭到鬼物襲擊 沒想到這種妖魔倉狂 我覺得那樣常常我天選會遇見的厲害 慢 你找到切勿衝動 你像我身為毛尚之船 武修道士 要我現前 我會傾拿不下嗎 何必再次附上折服 這 原來一謀一時魯馬四場 還起敵人兄字典 其實最厲害的妖魔 就是不讓自己出現真身 而僅以邪陣術法 造成重重幻象 耗弱敵人的心智體力 我就是見面闖入數天 卻始終在大廳打轉 除了要和不計其數的鬼物長鬥 可是絲毫不得欺悶而入 那敵人兄可以享受破解之法 接著我方才靜下心來 思索這幾日所見所欲 也讓你貴納出一些發現 只是這幾日以來 以後續不少爭取 敵人兄不必擔心 若你還看得其待下 有沒有到想揮揮這 腳快毒辣的妖魔 我也略懂咒術正法 是不定可以巴上一點忙 這種危害人命的東西 小某當然想出自而後快 我也一道去 多一個人也是多一份力量 難得如此是道 地魔可以遇上幾位少年英姦 更為靈敏百姓犯險 持贈乃洛陽成人命之父 敵人兄共講了 二腰邪魔仍然得而出資 跟我小道之人應盡本分 只是還得以敵人兄指點一二 其實我在進入廢宅書之後發現 花園處雖然雜雜渾身 但是並不易說 主要的是詭異之處就在大廳 大廳內我發現一道通往那次的門 我想那張門後 應該是邀悟正眼所在 但是那個大廳 就已經被施以迷政之所 難道那大廳有什麼古怪嗎 沒錯 如果進入那大廳 我先發現這凌亂的大廳內 共貼的五張斧 如果動手去是這張斧子 我出現兩種情況 一種是會令人感到一陣暈眩 然後你會發現自己 似乎還身在原地 但事實上仔細已辨認 你會發現這大廳有些些微不同 這五張斧子雖然還在 但是位置皆已不同 根據判斷 這應該是已經破解一層迷政 因為另一種失去斧子的狀況 就是會出現一團幽暗的鬼火 超你撲來 一旦你觸碰這團鬼火 會發現自己又回到上一隻所在的房間 這應該就是被陣法推回上一層 就是吃神破解失敗 屢是屢是頗像是鬼打牆 鬼打牆 那是什麼 這是有趣的事 那A14子 無論怎麼走 似乎就在同一個地方打算 一般是鬼物所造之幻象 亦在阻擋 因此我就在直接看似相同的房間穿梭來回 還必須出現鬼物搏鬥 因而不知 這樣看來 就真的可以證實非鬼物而是正法了 嗯 而且失錯服務者後出現灰火 還不止一個 而是失錯多少就出現多少 根本就讓我閃避不及 嗯 看來出現鬼火時 敵人是破陣之法有誤 從中到下一個幻象之所 才是破陣之法 我也是大致如此敵定 不過慚愧的是 在我破陣之前 我就已經筋疲力竭 不留不懈退出廢渣 等再次進入 又得從第一層開始 看來破陣斜陞 得一鼓出去才行 看來是如此 只要不走出廢宅 射陣之刃也無機會重新布陣 另外有這項法寶 要是掐紫捏爵 如果對方是修壞了金管 增援內盪就會被此法寶強制收取 如此老汗再次厲害 也不得不敷手任敗 聽你猜拳 就算是我對主位勇氣的一點鼓勵吧 突襲敵人兄 因我同道朋友 不許演謝 事不宜遲 最好儘管救出幕後元首 明天讓他躲害人命 這是當然 好 走吧 好 這是這裡 然後 這邊有存在點 好 這是這個 這邊看攻略走回比較快 這個是右上的符 有可能喔 有可能是聊太多健身話題了 然後再來是右邊的符 右邊的符有兩個欸 哪一個 這個吧 不是 不是 右邊的符是最右邊的意思啊 好 右邊 應該是這一個 對 沒錯 然後再右上右下 右上 然後右下 好 右下 然後再右邊的符 然後再右上的符 好 還是右上 還是右上 右上 右上 好 還是右上 好 還是右上 好 還是右上 然後再來是左邊的符 然後最後是左上的斧 哦記錯了這邊不是單音啊 這邊是主神 記錯了 好我們存檔 這是主神 竟然有人破我寫我的九一名換陣 終於破了這鬼玩意兒 不然此處是長所之所 是你 現隱入身 又是你 你這身惡性難改 哼 你們以為我最想見到你們 真是冤家又陸家 找不到哪的路上 少廢話 這洛陽城的異兵 就是你搞的鬼吧 是我主神 再次設下正法所至沒錯 不過咱們現在緊 緊合不犯 你們又未想到 幹著老子的事 我仿找你們了嗎 上回是你現場 傷害蕭護兄 多人之物 傷人之命 本就天你不容 你這次設下邪陣 奪走人命之命 你還想狡辯為自己脫罪嗎 哼 你們這些毛沒長期的傢伙 想要教訓我 手底下功夫欠增長吧 手下敗將 陰謀怕你們不成 好Boss戰我們就不開 修改氣打 呸 敬~~ 沒上校 城市旺官 絕技日文神劍 撥蜂槍 然後...咒術回條 欸欸欸欸欸 眼睛大花甚至有長度不需要 欸欸欸欸欸欸欸 回憶之陣 哇這兩個獅子怎麼血那麼厚啊 哇好痛 我是不是應該有放毒啊 這感覺有點難打 哇又點不到 哎唷 點到了 血帶貨 血帶貨 再死一死吧 感覺補貨攻擊比較快 出生真的是裡面最好打的一個敵人 看這只會放一些 雷影之術啊 血帶貨都這樣 啊贏了 輕鬆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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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位少小 請高台貴手 不要殺我 剛才不是還挺神氣的嗎 現在怎麼討喜老來 哼 像你這樣 狡 狡雜毒辣 輕鬧你 就會養起更多的無辜 我 我也是受人之命行事 並非出自我本意啊 受人之命 是 是 是 我本是白眼鏡化型 城市難民 本就由我無管 我只是喜愛精靈珠寶罷了 這跟你最少有什麼關係 莫非是用的搜死我 搜死你 你最好是給我解釋清楚 或者我今天 就讓你身心俱滅 是 是 只要從個多年期說起 我有一次下山溜辣到一個小鎮中 我也見到一個附加獲利買了一張珠寶 當下就對那些亮晶的東西喜愛不已 之後我也收藏更多的珠寶 我化為人形 試圖動腦拐騙 雖然收穫不少 但也從未傷情人命 只要有一次 一個珠珠商不甘心被我鎖騙 請來一個道行頗生的術士設計不錯 我沒有防備 黨長被侵入網中 這個是你的報應 你雖會傷人 但這樣盜取他的財物就是不對 不是我要為自己辯駁 我只是一隻白眼 人是規矩我拿懂的 更快這些人當中 也有人是牆血猴躲 手段甚至比我更毒辣 再者這些珠寶 既不能衝擊也不能御寒 這種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人們純粹只能夠誇獻自己虛擁的東西 在誰的手裡 不都會一樣嗎 你繼續說下去吧 當我被請之後 我本以為我已經完了 面對這些恨我路過的人們 非得被神活活 吞了不可 但注意我意要的是 那枚舒適鏡悄笑將我釋放 不斷給我增強道行的丹藥 還問我要不要跟他合作 承接一些委託 我可以獲得我想要的珠寶為報索 當下我別無選擇 但也求之不得 他說我在我身上下了一道千里追你的法咒 當有工作委託之時 就有一隻紙鴛飛來 只要照著紙鴛身上的鎖室去完成工作 三日之內 就會再出現另一張紙鴛 告訴我報索所在地點 在前去挖掘即可 那你都不知道委託的對象是誰嗎 基本上便不知道 但是這次追起銷戶和洛陽施放的疫病之時 治療上倒是曾經提起呂宅相 鰻 莫非是鋁儀儋儀儋儀儋儋儋儋 消妇儋儋儋儋儋儋欋儋 因為這個呂衣剪 只是說來話長 該日有機會再詳述 不過一次點 我們倒可以相信他的話 因為這個呂宰相 會做出這種事 一點都不奇怪 紙條上是怎麼寫的 布陣世國恩 南路維亞 蒙城三月 擒拿銷戶 醉壁信誤下路 達成任務 呂宰相重重有賞 紙條上是這麼寫的 殷大哥 但是他的確不是主謀 那該怎麼辦 沒想到人心 竟然比遠比禽獸 跟他險惡是現實 罷了 雖然你非主謀 我當到你一命 但為防你再度為惡 我得搜尋你的內膽 這 這岂不是控制了我 這也 你害這麼多洛陽人民 我本來未明出害 但我現在有兩條路走 你要不知足嗎 好 好 我的內膽給你 算我諸是任在的行吧 哼 那你不敢造詩 兩儀化身 萬物運魂 收 你的正義內膽 我先保管 我先由你化行之力 但你想要提起思數就猛想了 還是回山上 趕快繼續修煉吧 二師哥 咱們快出去瞧瞧 看看洛陽 是不是已經恢復原狀了 嗯 一漫一出 感覺似乎恢復生氣了 還是趕快出去瞧瞧 我感到一引起消滅 就是還沒破解的邪法魔陣 除了之前給珠貴的法寶以外 這些彈藥與精神 算是敵魔裏的心意吧 多謝敵人熊 那敵野獸現在有何打算 這些被進攻 亡死亡魂 又獲得自由 不想給去旁的作法 招魂之路 現在有機會的話 我們一定會再見面 敵魔 就是告辭 哇 來無影去武裝啊 好 嗯 大家看起來似乎都累了 還是先到客棟去歇息 順便點主辦的錢來吧 好 就一直一直歇息一下 然後我們再儲存 走 大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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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 師父呢 還是其他豬派 我長途拔射來一次 已經累了 我要先到客棟去歇息歇息 大師兄 你還沒說 啊故意的 大師兄 英大哥不用追了 因為我之間 你們這位大師兄 你們這位大師兄 現在是會對你頗為激恨 容若姑娘何以如此認為 她的心中滿是 怨度之內 我雖然刻意不去感受 也已經滿意到 何無恥可得了 恐怕她是故意不理會你的 什麼意思 難道大師兄 有事情 卻故意不跟我說 怕是如此 否則她也不會留在洛陽 公告尊師有事 一定要她交代英大哥 但是她想故意拖延 拖使得英大哥受折 又是如此 你再公告失聰 小運護士 我再也無法忍受 我就會去跟大師兄 把話說清楚 不要啊二師哥 明天跟大師兄爭察相信 你講師父老家有多難過 至少大師兄他 以前不是這個樣子的 是啊 以前的大師兄 的確不是如此 咱們三人自小 一起習武生活 輕鬆受阻 雖然大師兄嚴肅一些 但就出租客後咱們 究竟何時變得如此 還記得師父 有次下上伏模 和大家好吃的 糕餅小禮給咱們 大師兄總推自己 年紀長不愛吃 雞人他都忍著 所以讓咱們兩個吃個足 對了 我有一個法子可以試試 什麼法子 先讓我賣點關子吧 二師哥 三人先去宿室問問 這路樣有沒有賣雞 兩雞賣雞的人家 雞 師妹 你在打什麼主意 雞大哥 我這個萬人 你都相信了 之前的師妹 還不相信嗎 是啊 高姑娘或一次擔心 雖然我也不知道 她要做些什麼 但巧她這副 雄有成土的樣子 我也支持她 二師哥 你不相信我嗎 說成什麼話 我當然相信你 怎麼再出去找 多謝二師哥 不過瘟疫放過不久 我擔心深處都已瘟 一遭瘟死去 恐怖好找 沒關係 怎麼多問問居民 如真的沒有 再想個別的法子 嗯 你怎麼賣雞的啊 我照成績的阿南是養雞的名手 不過這是瘟疫不小 阿西小幸活下來 但他眼耳機有沒有存活 我就不清楚了 不要緊 我們去試試運氣也成 多謝指點 嗯 祝你們好運 貓妹請問 您可是阿南兄 是啊 你們哪位啊 我可不記得有進入諸位 請問您可有存毀的機制 可以賣給我們 我們願意出高下跟你買 什麼 你們想買我兩隻雞 我是還有這場瘟疫 活下來的雞 但是 我為什麼要賣給你們 這 我們願意用高下買 你請你出個價吧 你自己一萬兩 不要就把 這 這簡直是獅子大開口 你 是這樣的 阿南哥 不瞞你說 我們身後的那位高個子 就是當朝公主的夫婿 也是富馬爺 因為數為路養的富貴 雞相認可口 特地前來品嘲 只是沒想到成績招逢指尖 富馬爺心裡正不快活 就像我們在聽到一隻養雞的名手 你想想 如果此時 富馬爺吃上營養的雞 那種滋味一定難忘不已 說不定會在皇上面前美言幾句 那時 你還用到 坐著上這破屋子嗎 他 是當朝富馬 誒 你別生章 阿南哥知道你是小漢的身份 你可就失去存不大方之賢餓了 喔 明表恩的 我就去給你們取機 各位請稍等 太扯了 這樣都相信了 老妹姐姐 你剛剛教生剛剛說什麼 怎麼一下子太多天差地遠 誒 這個嗎 有機會我再告訴你 不過這次 該感謝蕭霧大哥 蕭霧 他不是沒說什麼話嗎 憑他的外型就夠了 你們 你們 大家 幹嘛這樣看著我 我怎麼了嗎 沒事沒事 別多想 這隻就是我剩下的 記憶頭最肥美的一隻 這位爺 你可好好享用 我 誒 這是當然 我們不就是來找雞了嗎 多謝你的阿南哥 我想以後說不定有機會見到你了 是是 還請指教 還請多指教 好了 殷大哥 咱們快走吧 高姑娘 咱們接下來是哪兒去 接下來 咱們到課上去組這隻雞 看吧 我沒騙你吧 是是是 多謝姑娘 直接點踢吧 因為想要互留外型來騙她 呵呵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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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真成了 希望二十哥答應我 以後都別跟大師兄翻臉好嗎 我也不想 只是 唉 好吧 我答應你 恩 謝謝二十哥 那麼我就去 等我的好消息吧 嗯 等下想個法子做薰計才行 有了 更新火雞跟火房說說 火雞喔 火雞在哪 火雞在哪 哦 走路走路 找路 小赫哥 我這兒去外隻生雞 跟浪漫請大廚為我做到雲金呢 做神雲金應該沒問題 我這把你送去造訪問問 哦 選擇好了 拿去吧 多謝小惠哥 終於成了 現在都剩下送給大師兄了 希望他能夠記得 二樓左側的客房 辛苦你了 小樓師弟 大師兄呢 還在裡面休息嗎 是啊 椅子都沒出來 也不見我嗎 是 大師兄交代 什麼人都不見 尤其是你跟二師兄 抱歉師姐 我也是奉命行事 不要緊 你只要幫我把這個巡警拿進去給大師兄 然後再跟他說聲謝謝 是不是成了 好 我就拿進去 好 我就拿進去 多一刻鐘的 該不會跟大師兄問了這回事吧 那這下次我可就沒轍了 師姐 怎麼樣 大師兄我說什麼嗎 大師兄他 他還是不想見你們 這樣嗎 不過 他叫我拿 叫我拿給你們這張符 說張宇大人指定你詞咒 然後燃燒 可直接將你所念名字的人 尤其是二師兄 一併從中到松陽門去援助 原來如此 張宇大人一定下了飛聲之書在此符 然後將另一端射在松陽門 我明白了 謝謝你 小樓師弟 這倒是沒什麼好謝的 不過我方才倒是撇向大師兄 算了算了 一定是我演話 喔 大師兄怎麼了 說給我知道嗎 我不會告訴大師兄的 其實我也不是很確定 方常我拿雀劑給他 他本來還沉著臉 但我方才說 這是師姐要 師姐你拿來的 還有我跟他說聲謝謝 他體現還有點嫩 後來臉色就變柔和了點 只是不說話 過了須久才拿出這張符 最後拿給你 我早上出來時 竟然瞥見他伸手抹眼角 所以我才說我演話了 大概 大師兄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對這隻熏雞掉眼淚呢 是不 八神世代的熏雞訓了他眼吧 是啊 那隻雞實在太香了 訓了大師兄的眼了 小樓師弟就別多想了 好好陪著大師兄 我們先走了 嗯 這是應該的 原來張遠大人 教練他下 教練他這張飛聲之樹的符 要我使用這張符 帶大家一刻到松陽門之遠 那我看來其他竹花與師父 應該是直接前往松陽門了 大師兄他 想起那件事了 二師哥 也記起來了吧 嗯 一定是你難忘的事吧 因為我師父感受不到 大師兄的怨氣了 但若是我好奇 可以說給我聽嗎 師妹 這你難說吧 嗯 那是我八十歲那年 有一戶貧苦人家 因為師父去幫忙除魔 一心想要表達感謝之意 卻因為貧窮 然後不說什麼好東西 所以冷痛 殺了一隻這個家養的雞 做成一道雲雞送他上奶 那這雞雞的他們過年唯一的好菜 但因當成我們年紀小 不明擺他們的窮苦 師父有教他不可口吃 他會親自送下傷還給他們 可是那時薰雞實在太誘人可口 我和二師哥 能不住就脫吃起來 大師兄本人又喝止我們 但看我們兩次個滿足 不能阻止 後來師父發現薰雞被吃光 非常生氣 但我們也害怕碩摺 都不敢承認 你們大師兄 但你們受過了 是啊 結果大師兄被師父重罰 住室一個月都不能吃晚餐 到時間就給面壁吃過 我們也不敢去承認 那時候的大師兄 這麼嚴重 是個可敬的兄丈 但是成績何時 對我的成見 卻日益加深 等心 本來就會逐漸變化 你們大師兄本性其實不壞 只是耳根子軟 性子較為軟弱猶豫 但至尊心頗為強 這樣子的人 就受不得別人言語奉機 我想 還是教了惡有所知 惡有 不用說一定是周崇 朱胖那兩個壞配 怕是如此 那兩個傢伙天生 也肚子壞水 八成是他挑動 你們大師兄的嫉妒心 掩蓋了他原本的喪心 唉 這也是命運造化吧 哼 這兩個惡種 終於我以前 我已經會親自守論他們 二師哥 咱們先別想這個 先趕緊到松陽門去吧 三緣大人可是有交代你一定給到 嗯 那你快試坐伺服吧 咦咦咦 人呢 怎麼憑空不見呢 仙女 我的仙女啊 難道我一群木之 註定沒有緣分認識你嗎 唉 好可憐 當然咱們到松陽門啦 這飛山之處 可真是順煞極致 嗯 不過此時可不是進趟之所 還是快進松陽門吧 好可憐